酸甜可口的糖醇排骨 在家也能做出饭店的味道 首先你看 曾经选的筋排 给它均匀的多成块 排骨冷水下锅 泡浆之后呢 就匀墨打出去 捞出来过凉 这个糖醇排骨啊 像排骨吃的紧实不腻 咱家有妙招 热过凉油 把排骨啊 给它煎一下 煎的同时啊 咱们放入大块的姜 葱 给排骨煎至 油煮出来之后 有点小边 已经半黄了 这时候咱们加入醋 稍微给它多一点 三十克番茄酱 勤俭吃家 别浪费 加点开水的正好啊 开水没锅排骨 汤和醋的比例啊 十一比一 三十克 俗话说得好啊 要想甜啊 咱们给它加点盐 来上去瓶盖 生抽大火给它烧开 转小火 焖够一小时 排骨快熟的时候啊 咱们把姜葱挑出去 汤肉汁完全挂在排骨上面以后 汤肉排骨做得了 咱今天啊 来个洋气点的装盘 这排骨软乱脱骨 软乱脱骨 吃饱才有力气 嗯 嗯 太好吃了